今天来聊一聊雷岛这部叫好不叫做的新片 最后的决斗 聊这部片子前先来看一组数据 影片豆瓣评分8.4分 IMDB评分7.5分算得上高分片 然而从2021年10月17日上话开始 北美票房就一片惨淡 首周末三天仅入占480万美元 列载排行榜第五 全球票房至今还徘徊在3000万上下 可谓惨遭滑铁炉 那么这部片子到底值不值得看呢 我们接下来细细分说 老规矩 首先来发一发导演和演员阵容 雷岛雷德利斯科特应该不必细说了 代表作多如牛毛 随便说几部都是如雷贯鹅 比如 秉翼杀手 末路狂花 决斗士 黑鹰坠落 天果王朝 火星救援等等等等 更别说1979年他开创了异形这个不朽经典 把这个恐怖却充满美感的杀戮机器带到了士人面前 之后的异形234并不是出自他手 而且把异形的格局越倒越小 于是雷岛在2012年再次出手 指导的异形前传普罗米修斯大大拓展了异形世界观 把异形的征途延伸至星辰大海 而异形契约更是填了不少普罗米修斯的坑 深深在一部科幻片中融入宗教和物种起源的严肃个体 和无丝毫为何感 雷岛导演分科之多变 题材之广泛让人叛服 是妥妥的传奇教父级导演 而最后的决斗这部片子 演员郑龙也颇为强悍 别影重重的马特达蒙和蝙蝠侠大本本阿布莱克应该没有介绍的必要了 而女主朱迪科莫也是当红炸子机 刚刚在影片失控玩家中扮了一把裤 让大家激以犹新 另一位男主亚丹·德赖福 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些 他在《星球大战》系列中饰演反派绝地杀手凯洛伦 是心战的重要角色之一 影片故事发生在法国中世纪 围绕着达蒙和亚当饰演的一对好朋友展开 达蒙饰演的诺曼骑士尚德·卡鲁日 和亚当饰演的贾克·勒克里 原本是最好的朋友 两人都是大本饰演的皮叶尔伯爵的附庸 然而皮叶尔伯爵却厌恶屡次冲撞他的尚德 而宠幸以为左板右臂的贾克 因为种种原因 尚德和贾克也渐行渐远 甚至连表面上的朋友关系都无法维系 一次尚德战争归来后 指控贾克强奸了他的美丽妻子马可丽特 而拥有对中裁决权的皮叶尔自然偏袒贾克 驳回了尚德的控诉 迫于无奈 尚德向法国国王请愿 否决皮叶尔的仲裁决定 通过野蛮血腥的生死决斗 来决定谁才是正义的一番 故事看起来很简单 不过有意思的是 电影分别从尚德、贾克和马可丽特三人的视角 展现一场精彩诡异的罗生门 每个人都强调自己没有说谎 而每个人口中的真相 却都带有自己强烈的主观投射 三段视角互补优互刺 且层层递进 在观众面前展现了友谊 爱情 背叛 政治 阴谋与暴力种种元素 全面叠起 破去张力 看完影片第一段 你以为这是一个老实人惨遭绿帽欺虏的故事 而看完第二段 你又以为这是个浪漫寻求真爱的外遇故事 然而真相却是第三段解释的 惨痛的MeToo中世纪版本 一位被强奸后不畏有色眼睛 决定勇敢说出真相的伟大的女性的故事 而悲哀的是这位女性所面对的两位男主角 一位是此看重荣耀 没把妻子和家庭犯眼里的鲁满战争狂 而另一位则是一个自带自恋光环的强奸犯 而更让人绝望的是她身处的环境 甚至号称黑暗时代的中世纪 她的勇敢没有让她得到法律应有的公正裁决 却让她身心饱受折磨摧残 因为事发时没有人证 也因为女主的数量闺蜜提供的不利证言 更因为女主在事件后怀孕的事实 都让她无法自贬 陷入无人相信众人嘲讽的境地 用教会的说法 不享受的性爱无法受孕 玛格丽特与尚德结婚五年没有此次 而与贾克一次就租胎案结 说明她与贾克的过程是愉悦的 而如果是愉悦的 那便不是强奸 这套教会生理学理论可谓完美必皇 让人无言以对 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谈 在盲欢的中世纪 这就是赤裸裸的社会现实 更让女主崩溃的是 她在最后才知道如果善得决斗失败 她就会变成巫靠的一方 而惩罚则是被绑在木桩上 惨遭二十分钟火星烧死 对于刚刚荡下灵儿母性薄发的玛格丽特而言 失去抚养爱娥的权力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影片铺沉到这里 终于进入高潮决斗环节 观众的心已经被紧紧拎起 为女主的命运悸动不已 而雷岛也没有让人失望 最后的高潮决斗精彩激烈 血腥残暴一波三折 结局这里就不剧透了 这部佳作绝对是和雷岛近期唾弃的 普脑超级英雄片子大香径庭 值得小伙伴闷静下心来 细细品味 在纪实小说里 决斗的结果是甲克战败 他只得承认自己犯有强奸罪和诽谤罪 并被当场绞死 但事隔不久 一位罪犯却在审讯中公认 自己假扮成卡鲁日强奸了玛格丽特 而法国有记载的最后几次司法决斗 发生于16世纪中期 但现实中决斗依然存在 19世纪又常有决斗者被审判 甚至被判处死刑 当司法无法解决问题 就让决斗解决掉一个人 看似是勇者的处理方式 其实只是满夫的冲动选择 影片除了折射出 中世纪女性权益遭受的践踏 还结识了一些 让人心寒的社会现实 比如教会的豁免权 是因为控诉数不胜数 女性申诉事实的代价 是博命 骑士在江长的表现 不如讨好贵族的马屁款用 文武双权复合型人才 还要靠某些火好 才能得贵族欢心 相较而言生活在现代的人们 真的幸福多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请帮忙点赞 收藏和转发我的作品 谢谢